大家好,我是Chisha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星期四凌晨,歐冠聯半準決賽次回合繼續展開決戰 大比分落後的賓菲加作客唯有奮力一波 與利物浦上演對攻大戰 最終次回合3比3激戰成和 兩回合總比分4比6慘租淘汰 與曼城及利物浦兩支英超豪門攜手出線 成功會匯斯、皇家馬德里及維拉利爾 說回這場比賽 相比起馬體會與曼城沉滿式的進攻 利物浦與賓菲加大舉進攻旗次 在上半場,干拿迪頭翠破門為紅軍首開紀錄 之後,拉莫斯的素射成功攀平比分 到了下半場,無奈 費明路在10分鐘裏迴開二度 幫助利物浦取得大好的領先局面 不過,賓菲加沒有打算束手就擒 耶林塞克破門先追回一球 紐尼斯的挑射再次追平比分 在原場前,文尼和紐尼斯的破門 齊齊備吹越位在先 最終全場比賽結束 利物浦次回合主場3比3打和賓菲加 帶著兩回合6比4的總比分順利殺入四強 喜歡這條片的話,就記得按LIKE 以及要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再Share 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